小蟑螂 這個二重公園 就是設備很齊全很豪華的 這邊絕對可以讓小朋友 放電一整天 連我的體力都快不行了 小家庭就是現在購物的主力對不對 沒錯 30坪以下 二到三房的小型住宅 是現在最受歡迎的購物類型 我是香蕉哥哥 我是草銘姐姐 好雞腳雞 今天我們來到新北市的三重 要來幫大家尋找 寵愛家人最適合放電的 我們剛剛搭捷運過來 一站就到了 所以三重這邊實在是太方便了 三重離台北真的是超近 交通四通八達 這個重畫區已經跳脫我的印象了 到處都是綠地 是全台最大的 河濱都會綠地幸福生活圈喔 今天我們不只要來賞屋 還要從這個 全台最大的波提人員 一路玩過去 這邊的設施超級多的喔 所以我們要趕快 不然會玩不玩的喔 那你覺得 爸爸等一下要走哪一條路 這一條 那一條 蛤 從那邊滑過去喔 那我們趕快走吧 二重蘇紅道重畫區 緊鄰新北大都會公園 水岸綠帶生活 與台北市一橋之隔 是新北市 少數一次擁有水岸 大平蘇公園的重畫區 還有捷運雙線交會 生活機能便利 大都會公園裡面 有一座熊猴森的熊猴森樂園 是全台灣最強大的特色親子公園 不只吸引在地民眾 全台灣的大小朋友 也都慕名前來 體驗園區 種類超多 超方便的豪華設施 不要跑 好 寶寶來了 趕快出來 趕快出來 哈囉 這邊有的繩子真的很好玩 而且 多到數不出來 根本就是小朋友的天堂嘛 對呀 建議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玩的時候 一定規劃好時間表 不然你真的玩不玩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夏天專屬的 水樂園 他已經找到我的秘密玩具了 那你們想不想玩水 想 加油 出發 走 好 美姐姐真的覺得 現在的三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充滿大人小孩的笑聲 是一個親子市居的好地方喔 我跟你說喔 三重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除了很鄰近台北之外呢 交通非常的便利 除了積結貫穿外 也有即將開幕新北第一座的CityLink 還有新北第二行政中心 東森媒體園區的進駐 與新北科技園區的加持 不僅發展得更全面 也成為大台北地區房市的熱點喔 未來還有機場捷運A2A預定站 可以說是集結了水岸捷運 還有公園的超完美地段 剛才的大都會公園玩不過癮嗎 沒問題 另外一座二重公園就在家門口 喔對了 未來的A2A捷運站出口 就在公園旁邊喔 而我們今天要來賞屋夢幻親子宅 自由綠洲 就在二重公園旁邊 超級近 是不是真的名副其實一路玩到家呢 這邊真的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公園喔 像是這個二重公園 就是設備很齊全很豪華的 這邊絕對可以讓小朋友放電一整天 連我的體力都快不行了 我告訴你喔 在這個公園旁邊 還有一個兩層樓的市民活動中心 有兒童故事屋還有閱覽室 在兒童故事屋裡面有提供兒童繪本 還有小朋友的活動空間 很適合小小朋友一起來閱讀喔 在這個區域裡面啊 鄰近了五座校園 都是散步可以到達的區域喔 所以算是擁有 可以讓父母很安心的親子文教環境 看到全家人都這麼喜歡這邊 我們不禁也想要知道 在這麼美麗的水岸公園 新蟲化區內 如果是一般的小家庭 能夠以輕鬆好負擔的價格 擁有怎麼樣的生活空間呢 其實現在一般家庭裡面的小孩子很少 所以小家庭就是現在購物的主力對不對 沒錯 三十坪以下二到三房的小型住宅 是現在最受歡迎的購物類型 那像我們這樣子小家庭 在買房子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有一些重點是需要考慮的 像我就想說 有些人平常會需要爸爸媽 來幫忙照顧小朋友啊 所以 那妳覺得呢 我覺得 有了小朋友以後 東西就會慢慢的變多 所以置物空間也很重要啊 置物空間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選擇 你需求人數在多加一的房型 那一間多出來的房間 你就可以規劃成 置物間或是小朋友的遊戲室都很棒 那我覺得這個建案很棒耶 它有很好的空間規劃 在這個三十坪不到的空間裡面 它就創造出全家人 可以使用很舒適的空間喔 這算是一種高頻效的空間規劃 在寸土寸金的都會區來說 根本就是很難得的事 我們今天全家人來到 超適合寶貝家庭居住的 右岸二重重畫區 我覺得這邊的休閒環境真的很棒 最棒的條件呢 就是它四面林路的大基地街闊 連接的二重公園還有社區花園 而且呢 這裡提供不同的格局還有房型 讓所有的小家庭可以依據自己的需求 來做選擇 嗯 而且未來這邊的社區公社呢 也特別為我們像這樣子的親子家庭 規劃了十一種全靈度假風的公社喔 然後還有專業的教育團隊 特別為了這邊的社區住戶 打造了全靈的課程 所以真的很推薦大家一定要來體驗看看 所以在這裡呢 真的很想推薦給所有的爸爸媽媽 雙北最美麗的夢想樂園 青子城堡就在這裡 大家都要來體驗看看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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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無論如何